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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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希望以牌会有能劫持更多的牌坛上的高手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给大家介绍一位高手 也是我们以前的老玩家 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嘉宾 就是刘海 欢迎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三支战队要进行最后一场的比赛 那么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的状态如何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城市排王争霸赛A组的比赛已接近尾声 三支队伍经过五天的激烈角逐 晋级形势已见明朗 双亚山队晋级下一轮次已无悬念 但第二名的争夺仍十分激烈 今天最后一场比赛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我们拭目以待 农肯 齐齐哈尔 双亚山 三支战队今天迎来了最后一场的较量 那我们的城市排王争霸赛 哪一位可以率先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比赛 我们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积分排名的话 农肯队现在是拿到11分 齐齐哈尔战队是拿到了14分 双亚山战队是拿到了20分 毋庸置疑 双亚山战队可以应该是 对 已经稳稳的晋级了 没有压力了 那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的其他两位选手来说 是不是应该也没有什么压力呢 放开着打了 对不对 我们来问问农肯的贾德铭 你好 你好 觉得今天场上这种氛围 是不是觉得更加轻松一点了 对 开心最重要 开心最重要 说得太好了 李万山呢 也比较放松 也比较放松 对 赵震宏是不是更放松 对 好 赵震宏 如果你今天要放松的话 能不能给大家呈现出一个拿一分的状态 不能 不能 我记得昨天 那个双亚山选手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结果最后真是拿了一分 但是应该怪我是吗 其实我们在场上比赛的时候 我们是代表了自己的城市的战队 也是为自己的城市的荣誉而战 也希望选手呢 可以在舞台上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让我们全场的观众朋友来看看自己的这个打牌的技术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 到底本场的这个五分会属于哪一支战队 来吧 戴上耳机 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比赛之旅 其实在这个 往往是没有压力的时候 选手之间才就是更容易呈现出更精彩的排局 所以选手们今天就放开打吧 对 就是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 没有排也是就三分啊 这个毕竟我们还需要就是 从平时打牌的时候养成一个这个 竞技里的一个好的品德嘛 没错 这排叫了一分 底牌补完之后 其实补的真好啊 这个三个A 对 三个A先不要打 因为你三个A打出之后 你打对十 如果外边对二成了之后 肯定直接封对二了 就不会给你回首的机会 这样的话再打三个A带一张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局 好 抓着红手叫小王一个二 两个尖 有一套飞机 叫了三分 这个 这个 补上了四个A 把飞机补成了炸 四个A 哦 坐手 刚才没有看 对 就是很 因为8 8很很很容易看成是飞机 对 哎 三个7还能垫一手 那这把应该肯定是成牌啊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这排看怎么打 小王 直接上大王 不要 哎呦 打对四 对四 对四 你对二要让一手啊 对啊 哎呦 这一排啊 那稳稳地成炸了 我不会哪有 想打顺 但是还要 打 对 上大王 炸大王 炸炸了 这也必须炸了 那剩下的牌都是天牌了 对 这必须啥 我们说如果刚才让 似乎还有一点小小的 这样的一个悬念 现在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这两家农民也是配合的相当默契 成全了双阿山战队的赵振宏 但是我们说赵振宏这牌啊 其实上海牌也是真是 补的也是挺好 龙肯队现在是座手大小王 看看啊 这是要形成一个四道 这个封对尖 赵振宏应该是上二了 八道尖 这也会管吗 管上之后就多出一手单牌 四五六七八不大 这个给自己打被动了 这还不挨炸 这必炸啊 这个贾振宏还想什么呢 这个对二刚才 其实都应该给他炸掉了 赵振宏这对二接的没有道理啊 不接的话地主这把是稳输的 这就是两个农民之间啊 自己把大牌都打光了 然后 最后地主这边就稳稳的就赢了一仗 两个二 对间叫一分 形成了三个圈 三个A 三四五六七 其实如果刚才打出先打三代的话 有可能是能打成春天啊 地主这边应该是能打成春天的 小王 再打对钩的话 赵振宏这边应该直接封对二了 直接封对二了 三代一 三代一 胜一对八 或者是三代队胜一张十 都可以 嗯 这一局牌也不错啊 哎呦 这只要一分 这牌补完之后 是不是觉得要少了呢 三四五的连队 坐手 捕完之后就全排了 打仗单K 嗯 直接尽小王 小王 大王 单 单双不过啊 嗯 直接封二 然后 六到尖的顶天顺 嗯 嗯 底牌补的也是真好啊 嗯 一分 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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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有一分 叫成 但我们看这一分 段五啊 段五啊 单三单四 好在是六七八的连队啊 哎呦 这六七八还没站到 四四 K 这一排 金 二 小王 小王 打二 这没有回手牌啊 打对三出去了 这个相当于是把这个难题给李万山这边了 这样的话我们看 赵正宏这一季应该还能还能打成呢 全K就可以了 这个直接上大王了 四个圈 这不能扔啊 不能扔三代一啊 绝对不能扔三代一啊 两家剩了十张牌 一家剩五张 外面跑四个圈 你这牌肯定不能打三代一 对剩三个钩带一张 三代一 一分不降不降 八道可以管一手 管完之后李万山这边应该是不行了 因为李万山牌已经完全的散掉了 全是单牌 定乱才 fail 三 art 三代一 一分不降不 полов 一分不降不降 사용 一分不降不降了 大王 三 堵 二 哎呦这局被动了啊 找着红直接封对尖了 然后四五六七八八九十够尖可以 打个二剩一张四 五 顺子 五 四 三加不就 重新发牌 嗯 这把应该里面伸 如果未加的话肯定是三分了 排也是很整 底牌还有一张单K 这牌补上来之后 哎呦 三四五六七 然后四五六七八九 九十够条改件 真好啊 这牌 这牌如果先打四到 四到九 哦也不行 也是没有春天 但是如果先打四到九的话 这个 排行会更简单 然后上四到九 好今天也是我们三支代表队的最后一场较量了 那现在 领先的是七七哈尔队的李万山 底牌补上一小王有王战 对 这个 这牌两家不叫啊 到维加这边就叫一分 嗯 其实领先的并不是很明显啊 他跟赵志宏之间就差了三分 但是这个一分啊 也是 哎呦这直接封二了 我们看赵志宏这边是 哎 刚好啊 八九十 六七八九十 对 然后八九十八圈 我们说刚才李万山这边要是封这个 这时候炸也没有用啊 哎也不一定我们看啊 三个五是 大的 哎呦不行啊 好 这边上二 上二 其实贾德明刚才出一张单尖就厉害了 出张单尖李万山不能要 嗯 这样的话地图就活了 对现在这三个五大 这也是敢炸啊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局 第十四局 现在李万山呢是 十四分 山下山战队的赵正宏是五分 龙肯队的贾德明是负十九分 三代一打出来之后这个边上手了啊 三个八代一张单尖 三代一 然后三个九可以带一张单k 嗯 三代一 嗯 省一对二 对二 对二 其实 其实我觉得贾德明这个三代一打的也是 有一点欠思考啊 因为你手里有大王还有一个二 这时候你单排那么多的情况下 你应该先打一打单排啊 至少你先看一下二的分部 现在赵正宏这边是对二对K叫两分 左手四个十啊 哎 三四五六七八 这边是要不起的 三代一 九二剑了 现在就是差A没剑啊 接 这个两分打的也是很头痛啊 哎呦 你还有一分手 没有剑都只能够走 有了 是 为什么 我可以说 我自己的一搭 我自己的一搭 那边不得走 我自己的一搭 我自己的一搭 那边有少量的牧場 其实李万山这边相当于 现在已经是死牌了 即使李万山现在让你爆片剩一张的话 这个 贾德明这边是送不走的 这肯定上二了 小王出来就炸掉了 这必炸了 打一张单三 先打顺子也可以 一人剩两张 这个李万山这对六啊 是怎么也出不去的 这样的话一个两分炸 我们看赵正宏这边是反超了 领先李万山六分 两分 五将 对二交了两分 对二交了两分 不太好打 五八九反上来之后反而成了 成了这个一个累赘啊 做出这后三分之后后三分之后要拦掉 一分之后再拦掉 三分之后三分之后就把它连食性 一分之后三分之后就可以进败了 成了这个故事 小王 然后这个牌彻底散了 五张单牌两个小队 上队K 进蛋糕 小王 然后剩一队A 嗯 韦家 看看 两王就一分 一王俩二就一分啊 七九是断章 嗯 七奖 圈 至少要过掉一张 三十还要垫掉一个小对子 这把钩圈可以拆掉了 这把钩圈跟放一牌 然后剩一把钩圈堆 干净 这把钩圈的择补上 对K上手 打一张单四 因为赵正宏也判断不了 这个贾在门到底剩的是什么 哎呦对八惦记了 那这个大王是不是要管一手啊 没管 对K上手 打一张单四 因为赵正宏也判断不了 这个贾在门到底剩的是什么啊 哎呦对八惦记了 点对圈 那没办法了啊 一个剩一张 一个剩三张 三代一是四张 所以地主这边又赢了 这把直接叫三分 OK 少四 可以形成六七八九十十勾小改件 哎呦 这个就是三四六七 哦 直接打到勾了 哎呦 这个这个就是 拼谁的 还更整了 八九十勾圈就可以了 没必要把对K垫进去 六四 哎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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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法 这无形中多出了两张单牌啊 你连到K的话又多一张单牌 这一排怎么怎么能这么出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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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文 甲文明这排出的有毛病啊 大王 嗯 这个是不是太放松了 这个最后你这个三四在手里 哎呦 没办法了 嗯 赢牌变输牌 打张四吧 嗯 四 我估计李万山自己也没想到啊 这一排还能赢 两分 无架 无架 哎呦 李万山这排啊 其实 瞅上面还是不错的啊 小王队二 然后 嗯 狗犬凯价都有 再一瞅下面就三四五六没有七了 嗯 这一排 李万山就是一个顶家的角色啊 这一排其实你 一排 你 二排 我 看 金 中 九 中 圈 我们说赵正宏这边 也是真能忍啊 一直在忍 上边 这现在 我们说 首先就全排了 3K也大 打张单八 回大王 三四五六七八九 两分 补上来四个十 然后 坐手是三七三八的飞机 这排也是不错的 赵正宏这边是四个三 十二 哎呦,这对高打出来了 那边底牌上的时还没出吗 这个应该是炸了啊 就看胆子够不够大 就不过这个小王啊 这个大王啊 没在里外山这 其实出尖就可以了 小王 大王 对五 对六 对七 赵正宏这边也是刚好短一张啊 没办法 如果要是再少一张单牌的话 可能就四代二了 嗯,里外山这边是三分啊 坐手的牌就很大 四个钩在赵正宏这边 四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九刚好是可以管一手 然后 然后 小王 上大王 赶不赶仗 四个家还没见呢 哎呦 这一排 这一排 那就没办法了 哎呦 哎呀 错打错成了 这排是 那没办法 对家就说 我们说如果有 贾在明这边出一张单十啊 其实地主这局就输了 我看最后一局吧 嗯 赵正宏想看拼不拼一个这个 五分啊 哎 是没叫 确实是没有拍啊 贾在明是叫了三分 五六是断章 这排其实如果为李万山的话 可能会更好的一些啊 三到九 然后十勾圈 三 中 一 金 二 小王 圈 金 二 大王 这个 啊 然后345678要先打掉 对钩管一手 还是要打单排出来 这个地主是没有希望的 对这个是没办法 所以这样也很显然一见 我们第六五分 现在应该就已经诞生了 对希望齐齐哈尔这边拿到了 一张单球 剩一张 恭喜齐齐哈尔战队获得了本场的五分 恭喜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 我们的六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对于我们的双压山战队来说 应该是可喜可贺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六场比赛 他们一共是拿到了23分 这样的一个分数 真的是应该给点掌声 但是对于其他两支队伍 也不要灰心 因为接下来的比赛 还是有可能进入到 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当中的 也希望大家继续来为我们的选手们加油 同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也喜欢斗地主 也想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全新的排库 进行的排局的话 大家就可以来通过几种方式 来进行报名参加比赛 首先大家可以登陆专业棋牌竞技平台 gogo比赛3w.gogo.cn 或者是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 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 进入到电视台区 找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大家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比赛 也欢迎大家拿起电话 来直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 或者是来关注一下 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扑克的全批 加上五个八 大家就可以来关注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最后还是要感谢 gogo比赛平台 对于本节目的技术支持 下期节目同样会有三车战队 代表着自己的城市 来进行荣誉之战 他们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下期的节目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